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一个人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仅仅有钱财是不够的 因为身体每况愈下 手里有钱都没有办法拿到大街上去花 能够用手机在网络里买东西 但是快递到了小区门口也没有办法去取 还有一种很坏的结局 如果老年人患了痴呆 不借助周围的人日子就会很难过 钱财是无法保证生活幸福的 因此聪明的老人过了六十岁 不管多有钱 儿女多孝顺 也要给自己留好这三条后路 否则晚年必定凄凉 在小说《十点头》第十二回里 有一个叫徐氏的女人 生于宋朝 家住威武州侯关县 丈夫早亡 她和妓子董昌居住 按理说 孤儿寡母在一起 应该相依为命格外亲切 但是徐氏却对董昌非常不友善 反而和邻居姚二妈打得火热 董昌结婚之后 徐氏常常给儿媳脸色看 对姚二妈说 看 儿子结婚了 天天吃肉 我却连汤水都看不到 姚二妈是一个喜欢挑拨离间的人 徐氏看不透 董昌却看得很清楚 因而 董昌把姚二妈赶出去了 因此结下了仇恨 姚二妈和地痞方六一勾结 诬赖董昌和土匪有瓜葛 导致董昌有了牢狱之灾 就在徐氏得意洋洋的时候 忽然发现 他失去了养老的依靠 姚二妈并不会为他的后半生着想 总有一些老人 把自己的儿女贬低 把外人抬高 从而一步一步失去了幸福的家庭 他们不知道 人到了晚年 外人再好也不如儿女 曾有这样一句话 半生闯荡带来家业丰厚 儿孙满堂行走一生的脚步 起点 终点 归根到底都是家所在的地方 这是人秉持千年的信仰 朴素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老人和儿女相处 时间长了 肯定会有过节 但是要加以克制 要学会包容 如果把坏的脸色给了儿女 或者对儿女的人生 一直不闻不问 还和儿媳女婿结仇 日子肯定会越来越难过 真正聪明的老人 一定会守护好家庭 哪怕儿女儿媳有过错 也会和颜悦色地交谈 想尽办法推崇孝道 明代思想家 远了凡的母亲李氏 儿媳请家童 送了一碗鱼汤给她 家童在半路上 把鱼汤喝了 但是李氏没有生气 而是告诉儿媳 汤的味道不错 事后 儿媳发现家童的卧错事 对李氏说 母亲 你不应该撒谎 李氏说 我怎么能暴露 别人的过错呢 显然 他在包庇家童 毕竟是一个孩子 另外 一碗汤不能变成 矛盾的导火索 老人还能劳动的时候 维护家庭和睦 老人走不动的时候 依靠家庭和睦 二 第二条退路 注意明洁 树立善良的形象 有一种人 年轻的时候 奋斗不止 赚钱很厉害 到了老年 喜欢唱高调 吹捧自己 常常做以老卖老的事情 导致日子不好过 有道是 好汉不提当年有 如果一个老人 始终把自己 当成大家长 让所有的人 都围着自己转动 就会讨闲 如果老人 做了缺德的事情 认为自己年纪大了 谁都要让着他 就会毁掉名声 外人看到了 会绕道而行 从此老人 也失去帮助 晚节不保的老人 顺理成章 就会晚景凄凉 聪明的老人 一定会避开这一点 刘洋日报上 报道过一个 叫李梅菊的老人 家住淮川街道 连城社区 他从退休之后 一直在做好事的路上 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 买菜 给穷困的孩子送学费 带着朋友 去看望孤寡老人等 这些年 他因为做好事 被大家称为丁婆婆 我们能够想象到 当他到了很老的时候 需要帮助的时候 大家都愿意拉一把 人帮人 关键看人品 老人树立好形象 其实就是善友善报 为自己积福 三 第三条退路 结交好人 加入正能量的圈子 山东帮子系 墙头纪理 张木匠拉扯 两个儿子长大 但是儿子儿媳 都不孝顺 张木匠的朋友 王银匠看不过去了 放出风声 张木匠还留存了一些银子 看在钱的份上 两个儿子 争着供养张木匠 虽然戏剧的最后 两个儿子 发现了王银匠的谎言 但是家风 也因此得到了改变 都说 人老了 做减法 不要社交 不要和群 这样的观念太极端了 留下几个靠谱的人 建立正能量的圈子 就是抱团养老的格局 古人说 亲君子 远小人 并没有说 看到任何人都爱理不理 聪明的老人 会主动联系周围的人 并且形成一些惯例 比方说 老人每天都会主动邀请 小区里的大爷大妈去买菜 大家一起上街 其乐融融 如果老人某一天没有出门 大爷大妈们 马上就会警觉起来 甚至去敲一敲老人的门 或者打个电话 意外的情况就能避免了 另外 很多老人退休之后 就找不到任何乐趣了 每天无所事事地活着 一个人闲着 一直闲着 就会废掉 看身边的人都不顺眼 对身边的事情都不感兴趣 比方说 儿女回家了 他就抱怨儿女回家太少 对自己不关心 邻居家吵几句 他就觉得邻居不好相处 甚至和邻居吵架 过分悠闲的日子 会让一个人变得暴躁 很快就会颓废 如果你找到了快乐的圈子 你就会被身边的人感染 也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比方说 加入了广场舞队伍 那么每天吃完晚饭后 就准时去某个地方聚会 大家一起跳舞 有说有笑 快乐的圈子 会让一个人找到乐趣 会忙碌起来 一个人忙起来 就忘记了烦恼 也忘掉了年纪 一个人的长度是有限的 但是宽度是无限的 到了什么年纪 就做适合这个年纪的事情 用自己的正能量感染别人 也接受别人的感染 对于命苦的老人 我们常常用 孤独终老这个词来形容 因为命苦的老人 是孤独的 一直是形单影之 默默无言的样子 命好的老人 懂得加入集体 善于与人交往 在合适的圈子里 混得如鱼得水 有句话说得好 智者谋局 愚者谋事 做人要考虑长远 从六十岁开始 规划活到一百岁的事情 是来得及的 在金钱方面 要省吃俭用 以备不时之需 就算把钱给儿女 也要有一个说法 不能导致自己老无所依 在人情方面 要坚持善良 主动做好人 结交好人 俗话说 手中有粮 心中不慌 这句话告诉了 我们一个道理 只有在富足的时候 懂得积蓄的人 才能在贫困的时候 坦然度过 所谓的未雨绸缪 也就是这个意思 人到六十 我们还要不要存钱 关于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有人说 人到六十 我们已经步入人生中的老年 要懂得享受生活 何必那么辛苦地存钱呢 也有人说 人到六十 我们的身体机能逐渐在减退 赚钱的能力也逐步在下降 所以说 就应该在上有赚钱能力的时候 多积蓄一点存款 这样才能确保晚年无忧 其实 这两种关于存钱的观点 虽然完全相反 但是却各有各的道理 那么 人到六十 存钱与不存钱的差别有多大呢 一个真实的故事告诉你答案 存钱和不存钱的差别 陈钱和刘炎虽然是同学 但是 他们两人的性格却非常不同 陈钱性格好爽 花钱也是丝毫不懂节制 刘炎性格内敛 凡事都喜欢做规划 尤其是在对待钱的态度上 他的计算更是精确到脚 这让陈钱很是不解 有一次 两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陈钱对刘炎说 我们俩人现在都是六十岁的人了 这些年我虽然没攒下什么钱 但是 我该玩的玩了 该乐的都乐了 回想人生 没有任何遗憾 但是你呢 你这些年这么节俭图什么 听了陈群的话之后 尤炎笑了笑说道 我和你不一样 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啊 所以 我只能趁着有赚钱能力的时候 多攒一点钱 这样 等到老了 才不至于荒那 陈群笑道 我们老了 自然有儿女为我们养老 你攒这些钱最后不还是自己用不到 都花在儿女身上了 刘炎和陈群的性格和观念完全不同 因此 两人在一起每次都聊不到一块去 这次 两人在聊了一会儿之后 也是不欢而散 结账时 刘炎提议要阿阿智 而陈群则霸气买单 毕业后工作多年 陈群一直是月光族 这样虽然使她的生活看起来光鲜亮丽 但是 每当遇到急需用钱的事 她找人周转时的窘境 且也只有自己知道 而刘炎这些年虽然一直生活得很清贫 但是 经过了多年的积蓄 她已经有了一笔不小的养老金 她觉得 她只要按部就班的生活 晚年生活是绝对无忧的 多年来 虽然刘炎一直亮入为初 过着节俭的生活 但是说实话 有很多时候 她是很羡慕陈群的 她也曾想试着像陈群那样放下账本 灑脱生活 但是 她的性格却使得她无法心安地做到 每当她想要奢侈一把的时候 她都会想有这钱不如等到老了再花 有这钱不如留着给儿子花 有一天 刘炎下班回家的时候 路过了一个垃圾桶 她看到一个人正在垃圾桶里翻找着什么 这个人的身影极其熟悉 刘炎好奇地走到了这个人的身旁 却发现 这不是陈群是谁 陈群 你在这干嘛呢 刘炎不相信平时花钱大手大脚的陈群 此时 竟然在垃圾桶里翻找塑料瓶 陈群见到刘炎 先是显得有些尴尬 之后还是无奈地说出了事情 原来 陈群的妻子忽然生了很严重的病 急需用钱 因为陈群平时没有积蓄的习惯 所以 她一时陷入到了困境之中 光靠每个月的工资收入 陈群已经没有办法保障全家人的生活了 但是由于已经年过六十 再想找一份兼职的工作 也是很不好找 于是 陈群便想要在下班后捡一些瓶子 这样或许能稍微缓解一下家里的压力 看到平时挥金如土的陈群 今世净变成这个模样 游言不禁感慨万千 她给陈群拿了一千块钱 并说道 你要早点能养成攒钱的习惯 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存钱很重要 存福报也很重要 菩萨六度四射都把它排在第一 不失 持戒 忍辱 清静 禅定 薄弱 不失似乎并不难 为何会被放在第一个 经济能力不够 那要怎么不失 不失为何被放在第一个 不失 不失就是以福利施予他人 使他人得到利益 无论我们是用智慧 知识 还是财力 体力 或者是用语言鼓励人 帮助人 只要能让他人从困难中得到利益与帮助 都可称为不失 佛教中的不失又分为三种 财不失 法不失 无畏不失 财不失 大家通常知道的比较多的是财师 财师还分为内财师和外财师 以自己的身外之物失与众生 就是外财师 最常见的如赈灾捐赠 修路造桥 救助孤儿 住建寺院等等 这些都是外财师 内财师 就是身体力行的帮助别人 乃至以身体 生命进行奉献 就是内财师 佛陀在九远及尚未成佛时 曾修行菩萨道 曾留下过摄身似虎 割肉未因的典故 法不失 法师就是将佛法的道理告诉他人 使其能够了解生死的由来 融回的本质 解脱烦恼的方法 是真正利益对方的慈悲之心 佛婆说法四十九年 讲经三百余会 千百年来 祖师大德舍身求法 弘法度人 都是法不失 我们身边 也有人在以不同的方式 进行法不失 例如注印经书 帮助经书流通 与亲朋好友结缘 以善巧的方式 引导他人的解佛法等等 都是法不失 相比解决物质上的困难 法不失更是希望帮助众生 解决导致轮回之苦的根本问题 无畏不失 无畏不失 就是在众生身心不安 恐惧害怕的时候 帮助他们不再感到畏惧 使其心无部位而得自在 我们常能看到 在一些重大灾难事件发生后 一些佛教志愿团体会对当事者 可能存在的心理创伤 进行干预疗愈 还有临终关怀 救助受伤的动物 这些也都属于无畏不失 无畏不失消除众生的恐惧心理 以仁爱慈悲让众生获得了安全感 也培养了我们自己的慈悲心 经常有人问 修不失一定需要钱吗 看了上面这三种不失就会知道 并不一定 当经济能力不够的时候 用一个微笑 一个善意的鼓励 都可以是欢喜不失 一个举手之劳 甚至只是耐心的倾听 为别人行个方便 都可以是方便不失 所以 不失不仅在菩萨修行的六度中排在第一个 也是菩萨化导众生的四摄中的第一项 只要是稍有怜悯心 同理心 同情心的人 总能修得起来 看得见的功德 常修不失有怎样的功德 佛经中有很多记载 但其实 不失的功德不止在未来 其实当下就能看到 第一 每个人内心都有执着和贪欲 对钱财的执着 对闲适环境的贪着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我们越执着什么 其实就越被这样东西束缚得越紧 心胸也越来越狭窄 而乐善好失之人 会懂得有舍即有得 舍去一分贪值 就减少一分烦恼 得到一分轻松自在 所以布施是克服千贪之心最好的方法 第二 通过财布施帮助他人度过难关 无畏施与人信心 法布施弘扬佛法 可以使我们的心变得柔软 起悦 布施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 通过柔软我们的言行态度 最终柔软的是我们的心 也才能收获到那种无价的喜悦 慈悲心就是在一次次的布施中 得到了滋长 第三 钱财物质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但若善用于布施 却可以使今生的福报带到未来 善因结善果 越是懂得布施的人 在生命的轮回中就存下越多的福报 就可以将这种财富带到尽未来寄 修慧不修福 罗汉托空波 修福不修慧 大象披音落 所以即使身为出家人 也都需要修布施 人到六时 存钱与不存钱是不一样的 不存钱的人 虽然平时看起来光鲜亮丽 但是在他们的背后 实际上是没有一点安全感和保障的 而存钱的人 虽然平时生活的节省一些 但是他们却能够做到未雨绸缪 就算临时遇到急需用钱的事 他们的心中也不会慌乱 然而 这也并不是说 到了晚年 人就一定要急一缩时地攒钱 这样的人未免有点不懂得享受人生 真正的聪明人 既懂得花钱享受 也懂得存有积蓄 为自己的今后攒下保障 这就需要对待金钱有一个合理的规划 而不能率性而为 李白曾言 光景不带人 虚于发成丝 时光匆匆 转瞬即逝 历经了世间冷暖 尝遍了酸甜苦辣 方才明白 钱财无数 终是过眼云烟 名利再大 终是昙花一现 地位再高 如同大梦一场 人生最重要的 并不是名利地位物质财富 而是想方设法管好自己 五十岁以后 不管有多少存款 只要不做这三件糊涂事 才能长寿安康 安享晚年 一 不消耗自己的善良 处事有底线 《道德经》中讲 万物复应而抱扬 充气以为何 世间万物皆有法则 为人处事定要有度 凡事过则损 善良亦是如此 无底线的善良 只会让恶人为所欲为 让小人变本加厉 让歹人肆无忌惮 善良可贵 要留给值得的人 从前有户人家 家境贫寒 因夫妻二人物工需要 就带着母亲搬了家 白天 他们外出工作 母亲便独自在家 临行前 夫妻二人对母亲万般叮嘱 自己一个人要学会与邻居和睦相处 为人善良 凡事忍让 吃亏是福 母亲来了新环境后 穿着朴素 带人友好 对别人有求必应 为的是能尽快融入大家 可渐渐地 邻居就将母亲的好心与善良 当作了理所应当 若是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 还会出言不逊 久而久之 母亲感到越来越累 越来越不开心 后来 她决定丢掉那些无谓的 忍让和善良 做好自己 开始坚守自己的原则 不再为融入大家而发愁 慢慢地 邻居们也开始尊重她 与她友好相处 生米恩 斗米仇 很多人间恩怨 皆出于此 不计回报的付出 毫无底线的善良 只会让自己看清人性 感到寒心 生活中 不是所有的善良 都能换来赤成相待 真心给对了人 是无价 给错了人 便是分文不值 人心复杂 你若善良到毫无保留 别人就敢坏到 任意妄为 不要用真心 去换别人的得寸进尺 只有你强大无比 自带锋芒 世界才会对你温柔以待 二 不荒废自己的精神 太贤终成灾 常言道 人贤是非多 百忙解千仇 人活于世 贤一点是福气 而太贤 则是一场灾难 人若无所事事 便会杂念丛生 庸人自扰 徒增莫须有的痛苦 与悲伤 而忙碌是治愈一切心病的良药 可以让我们远离忧愁 收获幸福 前不久 翻译家杨以逝世 享年103岁 她的一生经历了无数坎坷 面对重重困难 她却从未停下脚步 甚至创造了最精彩的人生 有人曾感叹她 头脑清醒 思维敏捷 记忆力惊人 言谈之间充满活力 完全不像百岁老人 而她的这种状态 源自她长期坚持的生活习惯 90多岁时 她每天早上都会看报 了解各种社会新闻 晚年 她对金融产生了兴趣 并不断学习新事物 虽然年纪大了 但每次有人来看她 她还是会精心打扮 画眉 涂口红 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客人 却明时云 不见闲人经历长 但见老人经古时 人生最高级的活法 是用忙碌充实自己的生活 丰富自己的人生 人只有忙起来 才不会给烦恼留余地 学会在忙碌中修炼自己 提升自己 人生才更有意义 早睡早起 勤家运动 你将获得健康的身体 翻开书本 认真阅读 你将获得充实的灵魂 走向远方 开拓视野 你将获得宽厚的格局 人生苦短 让自己忙起来 忙得有价值 朝夕有乐趣 才能登上更高的山峰 俯瞰更多的美景 从而不负岁月 不负自己 三 不透支自己的运气 修炼好德行 人这一生 世事无常 运气好坏 皆有因果 为人厚道 脚踏实地 世间种种美好 自会如约而来 为人精于算计 身行恶事 运气一旦被透支 余下的路 步步都是深渊 人的好运再多 也总有用完的那天 唯有以宽厚为本 以良善处事 才能安然顺遂 行稳致远 小镇上有两家蛋糕店 老张家的店经营了几十年 生意一直火爆 这引起了对面老李家的 嫉妒和眼红 于是他们恶意打折降价 一开始有很多人前来购买 可没几天 老李家的生意又变得无人问津了 后来才发现 老李经常在给顾客称重钱 在袋子里悄悄塞一些坏掉的蛋糕 来增加重量 他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其实早已失了人心 坏了口碑 而老张家却注重蛋糕的口感和品质 价格实惠 分量足 如此下去 生意必然越来越好 道德经中讲 大丈夫处其厚 不居其薄 处其实 不居其滑 君子已敦厚力深 不居于浅薄 为人厚道 不沉溺于浮华 因为他们深知 偷奸耍华 害人害己 贪心无度 下场凄惨 唯有厚道不算计 真诚不欺骗 才能活得问心无愧 收获好运与福报 人到中年 千万别透支自己的运气 修炼好德行 好运自会降临 作为普通人 我们到底该为自己的晚年生活 做哪些准备 一 关于金钱 年轻时请努力工作 不论你多不喜欢工作 请不要放弃 在最好的年纪赚钱的机会 理想生活 从来不是凭空想象的 在过上理想生活前 你需要为了理想 付出百倍千倍的努力 别怕辛苦 人生大多时候是苦尽甘来 年轻时吃吃苦 老了以后才能享福 学会存钱 学会自律 不要赚多少花多少 把眼光放长远一点 二 关于身体 能不熬夜就不熬夜 戒掉不良嗜好 保持良好的作息 和健康的饮食习惯 让锻炼身体成为你的日常 不要觉得自己还年轻 就无畏无惧 年轻时不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 所有病痛都会在年老时找到你 到那时再后悔就晚了 请记住 年轻时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就是对你的晚年负责 三 关于子女 好好教育你的子女 教会他们爱与被爱 教会他们包容和理解 爱他们的同时 记得不要溺爱他们 更不要做说一不二的大家长 维系好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良好的亲子关系 能够减少晚年生活中 80%的烦恼 人的烦恼一旦少了 情绪稳定 心情变好 也就更有助于身体健康 四 关于自己 不论何时 请让自己保持对生活的热情 培养兴趣爱好 拥有属于自己的工作 结交三两好友 而不是心里只有孩子和爱人 到了晚年 面对亲人的离世 才不至于失去生活的方向 整日沉浸在悲伤里 人活一世 命由天定 孕由脊躁 人到中年 是岁月沉淀的心境 是自我修行的馈赠 是生命的分水岭 更是盛世华年的开端 自带锋芒的善良 是生存的底气 忙忙碌碌的度日 是生活的意义 德行深厚的修养 是生命的智慧 运气 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 它是能带来好运 和不幸的一种力量 但凡是生活在世上的人 就没有一个不想要好运临身 大富大贵的 所以 好运来这三个字 就成为了人们的愿望 人们追求的美好 的确 生活中的所有人 都希望能够开开心心 心想事成 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所以就用各种方法 来增加自己的好运气 这其中就包括在身上佩戴食物 去寺庙烧香拜佛 但大家要知道的是 这些做法固然是传承千年的优良传统 但是却不能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上面 获得好运气的关键还是要自己努力 否则神明都没办法帮助你 就像明满世界的星云大师说的 人缘好时尽 人善好运来 这句话的意思是 人如果达到了圆融的人生境界 拥有随机应变 妥善应对的智慧 好事就会慢慢灵机 不过大家要知道的是 圆融并非是圆滑 再加上 人如果心存善念的话 那么好运就会来到你的身边 史记有言 唯恶者 天报之一样 唯善者 天报之一福 如果一个人经常做坏事 那么即便是一时不会被发现 但时间长了一定会被人击穿 栽样就随之而来 可如果一个人经常做好事的话 就会得到他人的败贷 好运自然而然就会到来 就像一个历史故事里讲的 春秋时期的秦穆公 丢失了一匹骏马 等他找到的时候 发现骏马已经被一群人给杀了吃了 那群人见到秦穆公找来都十分恐惧 可秦穆公却大度地原谅了他们 并且送给了他们美酒 将这群人感动到不行 后来情景之间 秦穆公陷入险境 当年吃马肉和美酒的这群人 蜂拥而上 将秦穆公救了出来 成为了一段佳话 由此可见 做善事是有善报的 其实这人善好运来中的善 其实也并非单单指的是善念 也指的是人要有所作为 要努力上进 如此才能够得到好运 试想一下 一个人如果心存善念 又积极向上 热赖生活 懂得帮助他人 这样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会没有好运气呢 现如今 有很多人都在家中悬挂 有关好运的字画 这也是为了给家庭 增加一些福气 讨一个好兆头 而是可以实时提醒人们 要多行善事 努力上进 才能好运长伴 福泽连绵 幸福快乐 除此之外 和字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一和为贵 和气生财 和睦美满 寓意家庭 美好 其实这个和字字古便被先生所推崇 在春秋战国时期 朱子百家就对和做出了独道 精辟的论述 管子曰 旭之以道则民和 养之以德则民和 老子曰 知和约长 知常约明 孔子曰 李之用 托为贵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童 小人童而不和 孟子更是提出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等千年快智人口的名言 千年来 和自备广泛的应用到修身 吃假 发展团队 管理公司等各个方面 逐渐形成了一种独有的文化 称为和文化 和文化体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麻将打赢了表示胡了 日常生活中 我们也喜欢将以和为贵 和气生财 家和万事兴等吉祥语挂在嘴边 我们这里来听一个关于和的小故事 在明朝时期 山东济阳有一个人名为董笃行 在京城做官 一瑞 他收到家信一封 信中诉说了 林里盖房时 因为一堵墙的距离起了冲突 闹得不可开举 董笃行读后哈哈大笑 提笔回信千里修书只为强 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金油载 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人收信后读之 觉得甚有道理 便在建房时让出了三尺 而邻居见董家让出了三尺 自觉惭愧 也让出了三尺 后来两家共让出了六尺宽的地方 房屋建成后便有了一条六尺宽的小巷 后世将之称为六尺宽 是林里和睦 和气生财的象征 周易闲挂担转于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和字是风调雨顺 百叶兴盛 心想事成的象征 将之玄挂 拜放于家中 亦则有家庭和睦的寓意 而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和睦待世 和睦对人 家和万事兴 还真是应了那句话 房子再好 房子再大 也别忘悬挂上这一个盒子 寓意家庭融洽 和美 同时 家里挂字画的禁忌也不可不重视 一 位置 书法作品不宜挂在家中阴影的地方 应该要挂在比较容易吸引目光且开阔处 避如玄关 插截 书桌 沙发以及床头等处 在向阳的房间中 书法作品应挂在与窗户成90度角的墙壁上 如此能够使作品与室外光线和谐统一 等 高度 挂字的高度适宜 不但能够体现装饰的效果 同时也可以让观者容易欣赏整幅书法作品 一般来说 书法作品挂的高度在人平时作品中心稍高一点的位置即可 倘若量化的话 以作品中心距离地面高度1.6米最为适宜 分 数量 书法作品的数量不宜过多 倒是一两幅精品更能够提升装饰的效果 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最大小 在装饰上 对于书法作品的大小要求是很严格的 过大显得拥挤 过小显得空洞 一般来说 作品大小与锁悬挂的有效墙面之间的比例达到7到8成即可 比如 悬关的有效面积为6平米 那么 书法作品的选择就依照悬关的形状 采用面积为4平米不到5平米的即可 布 颜色 书法作品的装表 其纸张 矿条 零布等都需要与家居装饰的主色调统一 相适配 倘若是内装饰是竖条的风格 那么在书法的选择上也应该以条幅为主 横幅为幅 七次 对于内容选择上的禁忌也要知道 一般来说 书法正文内容的选择应该以所设计的房间的用途一致 比如卧室应该以温馨 淡雅的为主 向梅香入梦等就比较适合 可听应该以和谐 欢乐的为主 向家和万事兴等比较适应 当下流行的一些如下内容的作品应当要比较 一 念奴交 赤壁怀骨苏氏 其中 人生如梦异役地表达了苏氏对坎坷绅士的无限感慨 感情沉闷 壮志难处 满江红月飞 其中 壮志鸡餐葫芦肉 笑谈可饮匈奴血 自理行间利器太盛 难有和谐 此 水调歌头苏氏 其中 但愿人长久只是一个美好的西季而已 家中还是用家和万事兴比较美好 遵 林江仙 滚滚长江阳慎 其中 古今多少事 兜夫笑谈中 万事到头皆是空 等等诸如以上的正门内容应该予以闭讳 书法作品的选择 特别适用在家居装饰上 应该以硬景 抒情为主 不可带有消沉 负面的一些内容 吃喝拉撒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很多其他的事情都是要为此让道的 所以厕所也是因为此 在家里占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厕所流水 用水比较多 比较的潮湿 在风水穴上 卫生间是鼠音的 卫生间既然如此的重要 那么它在装修中会影响到家中的食运 一定没有安装好 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财路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所以厕所在安装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地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房屋的中心部位不宜用作厕所 也不宜位于房屋后半部的中心 刚好与大门城一直线 因为这很可能导致破财损丁 中央属土 厕所属水 如果将厕所设在中央位置 就会发生土壳水的现象 且厕所设在住宅的中央 供水和排水可能均要通过其他房间 维修非常困难 住宅的中心好比人的心脏 如果心脏部位藏屋纳垢 还能称作极窄吗 水火不容 南方属火 厕所属水 厕所设在属火的南方 有水克火的现象 冲流年太岁 不吉利 忽略上下楼层关系 在家乡学中 厕所压在卧室之上是非常糟糕的宅相 想想厕所的浊气下降到卧室中 居住者的身体怎会好了 厕所地面高于卧室地面 风水说认为厕所地面不能高于卧室地面 尤其是浴盆的位置不能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五行学说认为 水是向下流的 鼠润下阁 长期住在被水滋润的卧室里 容易发生内分泌系统的疾病 厕所被走廊直冲 厕所被走廊直冲是大胸之下 是室内露冲煞的一种 对家人健康极其不利 除胃相邻 除胃相连 氧气象冲液造成水火未济之局 导致一家人身体多疾多灾 如果厕所的污秽汁流入厨房 饭菜质量则会打折口 进而影响家人的胃口与心情 洗手台设在厕所外 是公共厂所的设计手法 对于家居来说 已造成屋内湿气太重 不利于肾脏机能 前封闭厕所 有些住宅厕所没有窗户 最多就是一个不常开的排气扇 非常不利于浊气散发 与家人健康 空透无衣 不能脚踏实地 影响事业的发展 现代大都市往往楼前有楼 楼后有楼 楼边有楼 卧床过分地靠近窗户 使得卧室不能很好地保持其私密性 另外 由于城市变得日益繁杂 脑人的噪音将穿过这扇并不太厚的玻璃窗 而影响您的睡眠 窗下多梦的说法也在我的实践中得到应验 据以前的风水书籍中记载 卧床太靠近窗户 容易导致红杏出墙 有此一说 一楼卧室旁边若有个车道 或是整个社区的车道进出口 如果你的卧室刚好外面就是看车道的话 那个男主人即使不想出去 看到车子进进去去觉得好 好像还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办 看到车子出去他也想跟住出去 甚至没有事也容易出去出去找事做 这个时候你做老婆的当然更不容易管你的老公了 正希之位 挂卫队 代表少女 属金 又称白虎之位 白虎为星星 但又主武将与威严 以后不可高 过低限则没有威严 亦受人欺压 男丁不得志 过高则白虎抬头 主招惹是非 心念如高企 风水学上称之为白虎灿堂 会带来疾病嫩难 运道不佳 古人日 情愿青龙高万丈 不让白虎高一尺 西方之地已平厚 如浮虎之势最佳 已有路 如果家里的花草全部枯死掉 家里如果有种花 藤栽的有一点枯叶没关系 有点枯叶拔掉就好 反正新陈代谢它会再涨 但如果你出门两三天不在 回来就全部死光光 那这是有问题了 这个代表你有官司 口舌是非 一 厕所门前挂五地钱 财运好的一滔糊涂 穷人也能富三代 选择一款好的旺财吉祥物 能起关键作用 能从根本上改善财运不足的先天命理 催旺后天财运 助你财源广开 财路攀升 在风水学中认为 五地铜钱是一种风水效果极佳的风水宝物 招财功能很强 最吸引财神 配合大红色的中国劫法力无边 五地钱不管对风水的任何冲煞 催财 平安方面都有非常好的必修区吉效果 尤其对财位的催财 客厅 门上的装饰 办公室 汽车内的装饰等 都有相当不错的风水灵力 厕所门上挂铜钱的公用 有党煞 防小人 辟邪 旺财 祈福之功能 2018年八白这颗当旺的财心飞鸣东南方 木克土 三大财心之一授克 流年得时得利 多生功名富贵之事 也主职业房产之美 苟年这方位财心高照 正财横财均大有所获 摆放五地钱能够改变气运 带来好运也会生财旺财 让整个家庭的财源广进 财运旺盛 五地钱放在办公桌的左边抽屉或卧室左边抽屉 能防小人 化解不利 聚财拿起 增加收入 而且放在自己的宫位抽屉中 不漏财 无形之中提升自身的财运 可以说效果是潜移默化的 长远来看对财运是极好的 二 镜子 镜子在卫生间风水中 越大反而越好之意 在照镜子时 如头部上面呈有大片空白 便寓意事业发展前途似紧 代表着居住者运势将成越好之意 住 镜子虽越大越好 但需适当 过大已导致居住者过于幻想之意 三 葫芦 我们经常可以在电视剧里面看到 一般修仙的人都会佩戴一个成熟了的老葫芦 为什么要佩戴这个呢 难道仅仅是为了装东西吗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葫芦是象征富贵安康的 可以很好的避免晦气 它可以把所有不好的运气全部给吸进来 所以我们在家里摆放葫芦可以给我们地方晦气 从来带来财运 四 天绿色系的挂画 在卫生间中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偏绿色系的挂画 对于卫生间的风水有着很大的作用 在卫生间挂画风水中 绿色系的挂画能缓解我们疲劳感 还能给我们带来自然的风采 这样的挂画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好的心情 在卫生间挂什么画风水好 这个也是不错的选择 五 绿植 绿植在卫生间风水里可以增加加重能量 如非常适合摆放卫生间的吊栏 吊栏属性因生植物 摆放在卫生间里 可净化卫生间污秽之气 在日常生活里 还有净化空气作用 首先我们卫生间的窗户 一定要选择通风性比较好的窗户 因为卫生间比较密闭 空间比较狭小 如果通风不及时的话 卫生间的湿气就不容易散去 从而会滋生非常多的细菌 这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因此我们在使用完卫生间后 一定要注意打开窗户通风 在风水穴上卫生间鼠音 如果卫生间过于潮湿 对一个人的运势是非常不好的 长此以往还会给家里人招来厄运 我们在上厕所的时候最好不要携带手机 因为随着手机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人在上厕所的时候都喜欢玩手机 一旦入迷就很容易在厕所里待比较长的时间 而卫生间空气里的细菌是非常多的 长时间待在卫生间里是非常容易引发我们身体疾病的 不在卫生间待太久 当我们上玩厕所以后 不要在卫生间里待太长的时间 因为卫生间的空气比较潮湿 待久了身体就会有大量的湿气 而且卫生间也是一个比较污秽的地方 待久了人的身体健康就会受到威胁 而且身体沾满晦气 也会影响到人的运气 家里的运势也会跟着下降 不但交不了好运 而且还会霉运不断 财神教你富贵的秘诀 越小气的人财运越旺 有钱人一看就懂 一起来听 有人说钱没有花到自己身上 就等于白赚了 赚钱是用来花的 可是花钱应该有章法 而不是随便乱花 你努力赚钱却轻而易举 进了别人的腰包 想起来都令人气愤 这年头到处都有机会赚钱 哪怕你文化水平低 也可以去工地搬砖 还可以到工厂打工 只要勤快一点点 风衣足食并不难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你越努力越穷 总有人抱怨 奋斗了很多年 还不够吃喝 也买不起房子 其实很多人把钱 莫名其妙就送给别人 买了太多的机内产品 比方说 一年才化妆一两次的人 买了几百块钱的化妆品 过了一段时间 化妆品过期了 只能扔掉 衣柜里 有些衣服 当时买的时候 就是一时冲动 买回来之后 才发现不合适 懒得穿 年轻的时候 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生物分文也不怕 人到周年就不一样了 全家人都指望你吃饭 你赚钱多少 直接关系到家庭的幸福指数 人到周年 需要抠门 捂住自己的钱袋子 别让钱跑了 一 不管你收入多少 都可以存钱 看看你的同龄人 是怎么存钱的 他们真的 都是大老板吗 都是钱花不完吗 其实有存款的人 不一定是高收入人群 那些月薪两三千的人 也可以有存款 可以凭自己的本事 买车买房 我的表妹阿珠 在一家电子厂打工 每天加班到一里八点多 月薪才三千多一点点 过年的时候 阿珠悄悄对我说 我在县里买了房子 我很吃惊 阿珠凭什么买房 她工资不高 她的丈夫工资比她还少 三口之家 天天要吃饭 还要租房 还养了一台摩托车 开支应该不少吧 我和阿珠聊了很久 我发现 阿珠和丈夫 都是抠门的人 他们每个月的开支 居然只有两千多 阿珠的手机三年没有换了 很少逛街买衣服裤子 丈夫的摩托车 也就是上下班骑一骑 周末出行坐公交车 反正也不赶时间 家里粗茶淡饭的时候比较多 大鱼大肉的时候很少 逢年过节的时候 餐桌上才丰盛一点 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 新三年旧三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 也就是说 衣服裤子可以穿很多年 只要没有烂的离谱 就可以继续穿 这句话鼓励我们过节俭的生活 只要省吃俭用 家里的开支并不需要多少 一家人做到了物尽其用 那么开支就会明显下降 因为很多东西可以买 也可以不买 最好的不买 放弃了买买买想法 你发现 一年到头不去买衣服裤子 也很正常 并不会因为穿了旧衣服 就被人瞧不起 真的不用花钱来撑面子 活得自由自在才是面子 把钱留在自己口袋里 才是面子 二 人到周年 抠门其实是流条活路 谁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 到底哪个先来 有存款 才有防止意外的能力 不管哪一种意外情况 都是要花钱的 也许你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 可以去借钱 但是借钱要看脸色 还不一定借得到 人到周年 其实是创业的好时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方面是因为心智成熟了 不再蒙蒙懂懂做事 一方面是掌握了 某些方面的技能 工作经验丰富了 这个时候只需要逮出一个机遇 人生翻盘的可能性很大 只是抓住机遇 还需要投资新业 本钱从哪里来 这是一个大问题 聪明的人 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抠门 把钱存起来 作为创业的本钱 我的表弟阿祥还在上大学 去年暑假 他去珠海打暑假工 赚了一万多 他说什么都不愿意 把钱交给父母 他说 我要把钱存起来 等我毕业了 我要创业 阿祥在学校学的是水电专业 毕业之后 他可以开一家水电安装公司 多大学四年 每个暑假赚一万 那么他就有了四万块钱 创业就有了较好的基础 周年人不要以为富翁靠天上掉馅饼 他们都是靠后机勃发 人到周年 有钱也要省着花 为自己创业 养老 孩子教育 买房等 做好充分准备 别以为自己还小 一晃就老了 不知不觉 就到了退休的年纪了 不学会存钱 你的老年生活 是没有依靠的 人到周年 赚钱的速度 永远追不上变老的速度 学会空门 哪怕钱赚的不多 赚钱速度反而会更快 人到周年 年年有余是一种幸福 不省小钱 就不能赚大钱 很多钱就像风一样 从指缝间溜走了 你都没有察觉到 真正有本事的人 不仅仅是赚钱的本事很大 他省钱的方式也很多 比方说王永庆 他的一条毛巾 用了27年 离家成一套西装 穿89年 宗庆后 他一年的消费支出不超过5万元 真正富有并不是大手大脚花钱 而是享受赚钱的过程 过着简单的生活 并且内心感觉到很满足 到了年底你算一算 一年的收入和支出 发现自己有存款 并且逐年增加 这样的幸福 能让你过一个快乐祥和的春节 学会抠门 并不是让你做一个唯利是图的人 而是能省就省 把钱花在关键处 当你的存款多了 你才能活得精致更有底气 四 人到中年 别随便借钱给别人 在我们的身边 一旦和金钱挂钩的事 都会变得不简单 连亲兄弟都会为了家产打打出手 何况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朋友呢 有钱人将自己的钱借给对方 很有可能面临收不回来的风险 在大部分人的心里 有钱人赚钱太容易了 甚至一辈子都花不完 而自己不还这笔钱 对他们来说 也并没有多大的影响 本来因为自己的好心 借钱给对方 希望对方能够度过难关 因为自己放不下脸面 去收款 反而让对方变本加厉 借钱的人倒成了理屈的一方 有钱的人懂得贫穷的苦 也知道还钱太难 太为难对方 自己会有些尴尬 可不将钱收回来 只好让自己吃亏 还不如不借钱来的痛快 正如那霍桑所说 金钱并不像平常所说的那样 是一切邪恶的根源 唯有对金钱的贪欲 即对金钱过分的 自私的 贪婪的追求 才是一切邪恶的根源 有钱的人之所以小气 是因为他知道 借钱出去容易 要人还钱太难 担心自己的辛苦钱 有去无回 人心是最受不住考验的 与其让自己落得 失人心又失钱财的地步 还不如一开始就不借 断了对方任何的念想 人生在世 总有一个飞黄腾达的梦想 年轻时和朋友勾肩搭背 诉说着各自的理想 也曾一起许下狗富贵 无相忘的誓言 金钱就像是一个张牙舞爪的魔鬼 给贫穷的人带来生的希望 又一脚将你踢入绝望的深渊 生活中很多隐形富豪 身价不可估量 却穿着最普通的汉衫 在超市的打折区 挑选货品 跟普通人想象中的 有钱人生活天差地别 并不是所有的有钱人 都挥金如土 如果不懂得 合理地规划自己的财富 没有足够的远见和眼光 整日大肆挥霍 最终只会坐吃山空 焦虑通常是在压力事件作用下 对于未来某种不确定性结果的担忧与恐惧 数据表明 焦虑和抑郁是全世界最最普遍的精神健康问题 而他们还经常相约一起搞破坏 让我们的情绪一团糟 现在抑郁已经逐渐被我们认识和接受 但焦虑却没有被真正的重视起来 对青年人群进行的调研发现 28.01%的人处于高焦虑水平 65.35%的人处于中等焦虑水平 社会生存压力确实很大 许多人都处于或高或低的焦虑中 学生党担心考不上研避不了业 打工人忧虑挣不到钱买不上房 中年人则开始操心孩子的教育 父母的养老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似乎总有焦虑不完的事情 今年又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 许多人突然失去了工作 焦虑的情绪更是在空气中蔓延 有些人在面对压力时 会产生比较严重的焦虑 持续时间也比较长 几个月及以上 甚至对日常生活造成干扰 发展成焦虑症 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 当别人都在一步步向成功迈进 而你却碌碌无为时 你该怎么办呢 高赞回答只有一句话 与其临渊献渝不如退而结往 与其彷徨焦虑沮丧 都不如行动起来做出改变 无论任何事 当你不知从哪里出发时 不妨先从这时间事开始 从容的应对压力 把焦虑转化成为动力 一掌握稀缺技能 打造一技之长 有人说让自己变得 不可替代的方式有两种 一是做别人做不了 或者是不愿做的事情 一是把人人都能做的事情 做到顶尖 这个时代到处都在贩卖焦虑 人人自危 焦虑的背后是心虚和不自信 仿佛自己随时都可能成为被替代的 这个时代最好的铁饭碗 是你的不可替代性 提升能力 打磨专业 拥有一技之长 掌握稀缺技能是对抗焦虑最好的办法 二 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 遇到事情先处理情绪 后处理事情 情绪处理不好 事情只会更糟糕 于是发泄情绪 是无能的人的武器 真正厉害的人一定是克制的隐忍的 有情绪是本能 能控制情绪才是本事 于是控制好情绪 拒绝情绪化 保持冷静和理性 一个人只能 很好的控制情绪 才能够控制人生 三 独立思考 别人的话只听一半 听过一句尤为扎心的话 我们的独立思考 既不独立也不思考 当今社会 我们接受信息的途径 快捷又庞杂 充斥着好的坏的 优的烈的 法国数学家帕斯卡尔曾说过 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 时刻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 别人的话 不要全听全信 也不要人云亦云 当大家的脑海 都同时浮现出一个想法时 很显然这个想法毫无价值 真正有价值的想法 往往是独一无二的 一个人在独立思考 摒弃外界声音的时候 是他最接近灵魂的时候 四 坚持多做不喜欢 但应该做的事 懒惰是人的天性 人都是贪图安逸舒适的 但若是能够走出舒适圈 勇敢尝试自己 并不擅长的事情 就是一种成长和蜕变 坚持多做不喜欢 但应该做的事 一直做下去 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只有感受到了痛苦 才会有改变的动力 当痛苦消失以后 你也会焕然一新 人生说到底 就是不断消除一个个痛苦 然后逐渐变得强大的过程 五 凡事先明确目标再行动 比起着急赶路 最重要的是 先准备好充足的口粮 制定好缜密的计划 无论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 都先明确目标 以后再出发再努力 否则到了最后 不过是一种唯努力 感动了自己 却徒劳无获 有目标的人走得再慢 也是进步 徘徊纠结的人 步伐再快也是徒劳 倘若一个人有明确的目标 无论走得再怎么缓慢 最后也一定会远超他人 六 再孤单也要学会独处 舒本华在人生的智慧里写道 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 如果想要从平庸无趣的生活中解脱出来 那就必须要学会享受独处时光 独处可以让你真正走进自己的内心 找到最原始最真实的自我 独处是一个人的修行 也是一个人最好的增值期 越优秀的人越孤独 其丢掉玻璃心 练好顿感力 你未来的样子藏在现在的坚持里 要么坚持 要么出局 黑暗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遭遇困难时 首先想到的不是面对 而是逃避 很多时候祭拜我们的不是困难 而是我们敏感 脆弱的玻璃心 而成年人最好的自愈方法 无非是丢掉玻璃心 练好顿感力 正如杜边淳一在顿感力一书中说到 只有对各种令人不快的毛病忽略不计 太人处之 才能开朗大度地活下去 8.减少依赖 降低期待 人生如逆旅 时常经风雨 把人生的期待 托付在他人身上 终究是不牢靠的事情 很多路终究要独自走过 无人陪伴左右 关系再好 也有淡去的一天 不要依赖别人 即便是你的影子 在黑暗来临时也会离开你 无论任何时候 都请学会自己撑伞 一个人活成一支队伍 自己做自己的依靠 9.长期主义 每天学习一小时 张权玲在演讲中讲到的一句 时代抛弃你时 连一声再见都不会跟你说 不知戳中了多少人柔软的内心 但何尝不是一种赤裸裸的真相 一个人走在时代的前列并非易事 但被时代淘汰 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时刻保持警觉性 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每留出一个小时的时间 用来自我充电 不断学习新事物与世寂进 即便做不了时代洪流里的弄潮儿 也千万不要被拍死在沙滩上 10.心怀希望 人到绝境是重生 对于想要成为更好的人来说 失败只是开始而已 不要害怕失败 也不要害怕做决定 人生就是一个尝试和体验的过程 挫折背后是一个更强大的自己 失败背后是一个更优秀的自己 经历的事情越多越会明白 每一次走到绝境时 往往又会绝地逢生 那些你以为过不去的坎儿 在时光的流转下 终究都变成了过眼云烟 人生的路上跌倒了 爬起来继续前行 总会抵达成功的彼岸 自我提升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难以改变自己的原因 往往是因为期待太高 而现实的落差又太大 提升自己 其实是一个自己不断进化革新的过程 很多人会将其他人当作自己的假想敌 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 如果发现自己距离假想敌 还是有着同样遥远的距离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气馁沮丧 甚至自暴自弃 以至放弃了提升自己这个目的 但是别忘了 你会成长 你的假想敌也会成长 能够被你当成标杆的假想敌 一定不会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人 那些自律自信成功的人 他们也会有那种积极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这意味着他们也会不断地学习 吸收知识 进而革新自己 如果你死死地将自己的眼光 投射在他们身上 你就会发现 你不断地努力 却一直追不上他们 但是如果不设立一个假想敌 你又会陷入毫无方向的地步 没有目的的追赶 只是白费力气 亲爱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杜月生说 手里放着多少钱 不算你有钱 会花钱才算你有钱 都说花钱容易赚钱难 却也未必如此 毕竟一个人能花钱 并不等于会花钱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会花钱的人更好命 看懂的人有福了 一起来听 对待花钱 有些人习惯一味的省钱 省些了钱最终却丢了生活 有些人喜欢一味的挥霍 赚了享受最终却败了家庭 其实一个人能否会花钱 最能显示出他的格局 真正会花钱的人 往往能够将钱花在该花的地方 从而让家人过得更舒心 让自己过得更幸福 让生活越过越精彩 一 抚养自己的人更幸福 生活中有很多女人 在结婚有了家庭之后 就会变得对自己特别苛刻 不舍得买新衣服 不舍得花钱保养自己 把省下来的钱 全部都用在丈夫孩子身上 不可否认 贤惠节俭是美德 但是你要知道 并不是所有人 都会感激你的这种美德 网上看到过这么一个故事 一个男人要跟妻子离婚 妻子问 我每天任劳任怨操持这个家 不舍得吃不舍得穿 只为让你和孩子过得舒服一点 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吗 男人说 是的 我特别感激 你对家庭的付出 但是我现在每天看到 你不修蝙蝠的样子就心烦 我已经不爱你了 也许看了这个故事 很多人会觉得 这个男人太不是东西 既然能够说出这么无耻的话 毕竟他的妻子之所以变成这样 都是为了整个家 然而这就是生活的现实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有义务 透过你的人老珠黄的外表 花时间慢慢去发现 你优秀的内在美 哪怕是那个 与你最亲近的男人 也会有看烟的一天 真正聪明的女人 懂得在爱别人的同时 也会舍得花钱投资自己 因为他们知道 只有自己变美好了 才能够更好地被善待 才能获得更多的幸福 二 会花钱的人更幸运 花钱无非三种花法 一种是贪便宜 总是买一些不合用 或者是用不着的东西 这叫浪费 一种是花了就花了 就像石头投进水里 只是听着一声响 这叫消费 一种是钱花过之后 是一个让日后自己能够更好的生活 这叫投资 真正会花钱的人 会有远见 他们不会因为贪便宜 而买一些根本用不着的东西 也不会为了一时的欲望和虚荣而挥霍 而是把钱花在刀刃上 如同种子放在土里 日后开花结果 在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个女孩 她花钱买东西 只要自己不需要 再便宜也不会买 而但凡自己需要的东西 都会买最好的 不仅如此 对于一些能够提升自己的地方 她特别舍得花钱 可以花一个月的工资 报技能培训班 可以花半年的积蓄 为孩子选择好的学校 生活证明 她这种花钱方式是明智的 买的东西虽然贵 但是好用耐用 提升自己虽然贵 但是却让她受到了领导器重 升职加薪 为孩子选择学校虽然贵 但是却给孩子好的未来 会花钱并不等于乱花钱 会花钱的人 因为处处都将钱用在该用的地方 生活自然会越来越好 路自然会越走越宽 三 能花钱 更能赚钱的人更富贵 作家苏晨说 钱这个东西 能赚会花的女人才有福气 努力赚钱更有底气 这世上真正扛得住诱惑的姑娘 不是不爱钱 而是自己能赚钱 的确 钱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如果只是花钱 却不挣钱 那么无论现在有多少钱 必然有挥霍一空的一天 只有当你能够赚钱 那么才能支撑你的花钱 朋友乔乔是我身边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每天不到六点就起床开始一天的行程 白天为了业务四处跑 晚上还会加班赶计划书 我曾问过他 为何让自己这么拼 他只是说了这么一句 因为我要买的东西又多又贵 所以必须拼命挣钱 说实话 我挺羡慕他这样的生活方式 因为挣钱多 所以他的生活才过得多姿多彩 不仅会在闲闲的时候 各种的世界各地旅游 而且还会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时 不皱眉头 而且也不会为了钱而将就自己的感情 能赚钱是一个人最大的底气 也是一个人幸福最好的保障 毕竟自己的人生终究靠自己成全 四优先考虑自己的感受 会花钱的人通常会将自身需求和感受放在首位 举个例子 会花钱的人在吃喝上 不会因为价格而委屈自己 在上班赴约的过程中 不会为了省下路费去搭乘 让自己不习惯不舒适的交通工具 在逛机的时候也更多会考虑衣服是否合适自己 而不是价位是否合适 会花钱的人往往在生活之中比较随性 不会苛责自己 也不会压制自己的购买欲望 在他们心中 往往把自己的喜好和舒适度摆在第一位 这种消费理念不能仅从花费是否过高来进行评判 然而从他们的观念之中也能看出 会花钱的人更加倾向于用金钱来获得一个短期的舒适生活 其实这种观念也体现了他们的三观 拥有这种消费观念的人 在生活中会更加在乎自身利益和感受 并且愿意花费更多的金钱 来为自己创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这类人不会以牺牲自身利益为代价去讨好他神 所以在他们的生活中 消费属于满足自身意愿的手段 当自我追求得到满足时 他们的主观幸福感自然会提高 五能够分清事件的主次 会花钱的人通常可以区别书 事件的主次顺序 并擅长灵活运用 自己身边的资源来解决问题 不得不承认在工作和生活中 时间和金钱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可以花费空闲时间来获取金钱 同样也可以花费金钱来得到更多空闲时间 因此那些会花钱的人 往往在时间和金钱之间发现了平衡的方法 将时间花费在对自己有利的方面 在花费金钱去合理规避不擅长的部分 比如上班的人租房时大多会考虑通勤时间 有的人为了省下租金 会选择距离市中心较远的地方 可是这样一来 不但通勤时间大大增长 睡眠也不法得到保障 看上去是省下了一笔不小的开支 但是长此以往 漫长的通勤路程会使他们浪费越来越多的时间 而且由于睡眠得不到保障 上班时间必定会打不起精神 工作也会受到影响 负面情绪也会因此而积累 如果换一个思考方式 在能力范围之内 选择通勤时间较短的位置租房 看上去花费大了 但是随着通勤的时间减少 工作效率也不会因为睡眠不足等原因而降低 能够利用省下来的时间来提升自己 或者是赚取更多的金钱 相比较而言 那些会花钱的人会考虑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通过权衡密闭分清事情的主次 更加具有远见 六 性格更加大方 除了上述的几个方面 会花钱的人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大方 会花钱的人往往不会在金钱上过多的计较 他们不愿意在这种细节问题上多花心思 也不会让这种小事来影响自己的心情和日常生活 从这个角度来看 不计较小事也会提高生活的幸福感 所以会花钱的人在旁人眼中会显得十分大方 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之中 人们也更愿意和这类人相处 不会因为金钱发生摩擦 也愿意将自己的东西和别人分享 不过于计较得失 这样的人在人际关系中颇受欢迎 也能够收获许多真心的朋友 良好的人脉会让他们在职场生活中得到更多的支持 顺激的生活自然会提升个人的主观幸福感 因此成为一个会花钱的人 能够更加注重自己的内心需求和感受 对自己好一点 在金钱上不要过于计较 才能感受到更多的幸福 同时也能在工作学习生活中更加顺畅 一个人的外貌藏着读过的书 爱过的人走过的路 而一个人花的钱藏着他花过的冤枉钱 走过的弯路见过的世面 会花钱的人最好命 因为会花钱和不会花钱之间差的不是钱 而是演技和格局 古往近来老师似乎被传统文化看成是一种美德 老师人是好人 老师人是善人 老师人做事踏实可靠 老师人诚实善良 老师人有很多的优点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老师一词带有一些贬义的色彩了 尤其是老师和钱放在一起 老师就变成了呆板 办事机动性不强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老师人偏偏过得不是很好 其实现实真的是很残酷 很多人都在争取更好的生活 从而更加努力 但真正能成功 能够赚到大钱的人永远是少数 绝大多数人都在无力的挣扎 如果你对这些正在努力的人有所关注 或者你是他们中的一员 你会发现这些人通常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太老实了 而且越老实的人赚钱越难 两者是成正比的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老实的人就越是赚不到钱呢 有钱人又是怎么赚到钱的呢 让我们先看看为什么老实的人赚的钱少 或者说为什么老实人赚钱难 第一越老实的人越是过于的遵守规则 遵守规则当然是必要的 但是不能凡事都过犹不及 太过于准守规则 凡事都规规矩的老实人 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严格呆板的 基本上都是朝九晚五 两点一线 到了假期再来一趟人几人的旅游 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着平庸 而又安稳的日子 所以他们很少考虑如何赚大钱 或者至少增加工资以外的收入 所以对他们来说赚钱是非常难的 第二老实人就是做事谨慎 不敢轻易冒险 老身之间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 那就是他们太胆小 不敢冒险 或者说太谨慎 谨慎和稳定不是坏事 但他们不敢冒任何风险 这只会让他们的财富 原地踏步甚至贬值 尤其是在这个通货膨胀 和货币不断贬值的时代 第三老身不懂方圆之道 古语有缘 取向于钱外缘内方 这强调的是 做人要懂方圆之道 方圆中的缘并非老于事故 而是为了减少阻力 方则是做人之本 是底线和原则 人生就像大海 风浪随时都可能遇到 阻力更是时刻都有 你是选择与其正面较量 拼个你死我活 还是运用智慧 想方设法的减少阻力 达到成功的目的呢 面得这个问题 做人太老实的老身 往往两个都不选 而是选择消极的躲避 躲得了一时是一时 然而逃避既可耻也无用 只会让人生越来越难 生活越来越苦 所以为了美好的人生和生活 做人需要有痛苦 但必要的妥协 这种妥协便属于 做人要圆的范畴 老身如果不懂方圆之道 不能驾驭自己的理性和感情 就会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 碰得焦头烂额 甚至头破血流 第四 只会节流不懂开源 老实人的消费习惯 往往是很保守的 对于资金的分配 往往只关注在节流上 他们觉得省钱就是攒钱 省钱就是理财 省钱就是赚钱 省钱就是一切 确实节流很重要 这点不言而喻 但如果不懂得开源 没有新的收入增长 再怎么节约 也只有那点钱 而且节流 必定会降低 一个人的生活品质 如果长期一味的省钱 到最后可能只收获了 不断贬值的本金 以及窘迫的生活品质 了解到越老实的人 他们越是赚不到钱 然后看看 富人是如何赚大钱的 这也是为老实人赚钱 难提供一些有用的想法 一般来说 富人可以赚很多钱 方法倒不是最关键的 最重要的是 几个富人的思想 首先赚钱 不会太在乎面子 如果你想赚很多钱 你必须有一个大格局 必须在这个 功利主义的时代 你应该毫不犹豫地 果断放下你的脸 面子丢了 钱赚回来了 就是赢了 而赚钱的机会 和最好的年华都失去了 才是真的输了 真的失去了 其次 赚大钱往往是靠思路 可以赚大钱的人 通常有以下几种赚钱的思维 违反政策和法律的事情不做 他们敢于尝试 通过时间差 地域差 信息差 来获取利益 利用二八定律 赚有钱人的钱 第三 人脉及财脉 必须利用好 富人会经常经营他们的人脉 因为他们知道 人脉就是财脉 赚大钱 离不开人脉的帮助 同时不要指望 一个人百分之百的帮助你 在关键时刻 能付出百分之一帮助你 就是成功了 这也是广泛性 网络管理的意义所在 在你们的关系中 如果每个人都能给你百分之一的帮助 那就赚钱 赚大钱自然不是什么难事 第四 钱不是省来的 在富人的世界观中 一直都认为钱不是省下来的 而是挣来的 当富人买东西的时候 他们会优先考虑商品的质量和功能 而不会省赢头小利 与此同时 富人会进行合理的财务管理 管理风险 在必要的地方使用金钱 做生意投资 学习赚钱 学会理财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想摆脱贫困 你必须学会如何理财 把钱花在刀刃上 用更少的钱 赚更多的钱 第五 懂得分享和回报 为了赚点钱 可以很自私 但是想要赚大钱 你必须知道如何分享和回报 对于那些帮助你的人 你必须及时分享和回报足够的利益 这也是富人赚钱最重要的思维 卧室是住宅风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 几乎都在卧室读过 卧室及床位的吉凶 直接影响到居住者的健康 感情及财运等 故而卧室环境规划不可不慎重 既然卧室环境如此重要 那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卧室风水与我们的财富 身体健康息息相关 为了提升财运 我们必须调整卧室风水 以获得一个好的风水格局 那么要如何让布局 才能打造出一个好的卧室风水 卧室风水如何布局 才能招财望运 1.睡床摆放在财位上 我们都知道客厅风水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财运 而卧室则代表着财库 睡在财位上可以吸收财气 增加财运 能达到最理想的聚财效果 家居风水讲究 床的安放要摆放在极方 即生气 延年 天衣 服位 似极方 财位通常是在进门的斜对角 在这个位置摆放睡床 是不错的选择 2.床头要有靠 财运才稳定 风水讲究有靠山 财运才能稳定发展 同样的床头有靠 才能睡得稳 才有贵人相助 床头易靠墙 不易靠窗 床头靠窗幻想多 会引起桃花结 床头后的靠山 不易是卫生间和厨房 否则容易引起头疼 精神衰弱 也容易引起夫妻吵闹 对感情不利 卧室床头为睡觉时候的靠山位置 靠山易静不易动 如果床头靠着窗户 主头痛 犯小人 做事情没有主见 可将床调整到有实体墙 或家具靠背的地方 如果房间格局较小 不具备调整床位的空间 可以选用背靠较高的床头 或通过家具物品增强靠背的力量 三 引用床头柜聚裁 床铺一定要坚固 四个角落要平衡 不可有高低不平的情形 两边要有两个小床头柜 才能使夫妻的感情美满 在事业财运上 也会有加倍的助力 床头柜如有抽屉 及两盏小灯 更具有催财及聚财的效果 可以得到贵人相助 从而使财源快速增加 枕头的摆放是男左女右 是阴阳法则的运用 可以得到好的气数 四 卧室要注意采光 为什么卧室一定要注意采光 因为在风水学里面 采光带来生气 照耀极星之位 前面我们说到了极星方位 如果卧室的采光不好 一片漆黑 那么极星会被晦气掩盖 无法发挥作用 因此 卧室的光照非常重要 要保证财位 要保证财位有一个好的光照 不能太光 也不能太暗 适当通明即可 这样才能给崔旺家里的财气 才能给整个家居 带来聚财招财的效果 家居风水中讲究 明听暗示 这个室就是指卧室 但不是说卧室要很暗 而是相比较客厅而言 要暗一些 因为卧室是休养生息之所 人休息之时 需要静谧 而不是喧嚣 如果光线过强过亮 尤其是到了夜间 有户外的霓虹灯 路灯或车灯照射到卧室内 则会影响人的正常休息 导致人内心烦躁不安 卧室还要有窗户 无窗则为压迫局 不利健康合运 使得白天可以正常采光 空气得以循环流通 晚间窗户应备有窗帘 挡住户外亮光 让人容易失眠 如果卧室窗户过多 比如三面墙都有窗户 则为荡气局 光线过强不易聚弃 与健康情感和财运 结不利 需要综合考虑 封闭一些窗户为意 5.卧室寄杂物过多 家中寄杂物过多 家中杂物过多不具材 其中包括家中各个房间的杂物 不易过杂 其中有中宫 厨房 主人房 床等 因为杂物过多 很多旺气就不能尽收入怀中 既然风水上的旺气收不到 又如何谈发财聚财呢 结果肯定就是用钱多 不顺利 不聚财了 6.卧室不是以养鱼 鱼缸在很多时候 也是增加财运的一种方法 但是鱼缸的摆放是有禁忌的 一定要遵守 否则不仅不能带来财运 还会形成破财漏财的不利局势 鱼缸摆放在卧室 会增加卧室的阴气 是不利于财运的 另外还要注意 卧室不可以摆放尖锐的物品 不可有凶猛野兽造型 也不能堆积杂物 这些都是不利于财运发展的 卧室内不可设置鱼缸养鱼 因鱼缸会不断地由水气升腾而出 会导致卧室内湿气过重 居住者亦患风湿或皮肤病 如果鱼缸含有气泡的声响 居住者亦患脑神经衰弱问题 倘若鱼缸设置在卧室的北方 东方、东南方和西南方 还会影响事业发展和财运 严重地破财不断 7.卧室聚气 过于空旷的卧室不仅不利于聚财 还容易导致客厅中的财气流入到卧室当中 进而不断消散 一般来说 卧室的面积控制在20平方米是最好的选择 卧室较好是方方正正的形状 不要太过于狭长 这样比较容易通风 卧室的门不能直接对着厨房 因为厨房属于阴湿之地 如果对着厨房就容易导致湿气进入卧室 从而冲淡了卧室中的阳气 现代家居中比较流行一种踏踏米的床 但是这类直接接触地面的睡床 在家居风水中却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睡床不宜直接贴着地面 因卧床贴着地面则不透气 空气无法流通 而且地面湿气会渗透入床垫 也容易滋生细菌 酒汁必然影响健康 睡床亦选用床下有空间的 而且床下要保持干净整洁 不能堆放杂物 床面应离地面50厘米左右 便于空气流通 8.卫生间不易改成卧室 在现代的公寓楼房中 每层楼的上下户型几乎是一样的 有的住户考虑到家中人多 房间不够用 或者想让自己的卧室空间更大一些 特意将卫生间改成卧室 此种做法绝不可取 如果将卫生间改为卧室 其必然会处于上下楼层的卫生间当中 而卫生间本为潮湿污秽不洁之地 当人在睡床上休息之时 处于处于被两个卫生间夹持的状态 卫生间产生的不良环境磁场能量 会不断地作用到人身上 对居住者产生不利的影响 当楼上马桶水管使用的时候 产生的噪音会影响到居住者的休息 长此以往 对居住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 9.卧室内不能挂异性照片 卧室是夫妻二人的私密空间 对于已婚夫妻而言 不能在家中及卧室内悬挂其他异性的照片 尤其是不能在卧室的东方和西方 挂其他异性的照片 否则容易出现第三者插足或烂桃花等问题 但对于未婚男女 可以根据实际需求 请专业人士布置桃花局进行催桃花 10.卧室内不能镜子照床 镜子属于能量发散之物 容易会映射出人影 尤其在光线不足的情况 照射到人会有一种人影晃动的感觉 如果在晚上起夜 或一人独自在家之时 容易被惊吓 长此以往 亦产生脑神经衰弱等问题 但家中也不能没有镜子 在卧室内可以采用收纳的方式 比如将镜子设置在衣柜内 或设置在收纳室的梳妆台内 使用的时候打开 不用的时候收藏关闭就好